在場景上面遇到最困難的第一個時間就是高音域的生髮 我撞牆了三個月我還沒有辦法把它吹出來 這是我雞皮疙瘩人家說這個叫做乳內包吵 嗨大家好我是人間貓 然後今天有一個很特別的人來到我工作室 你要自我介紹一下嗎 大家好我是秉嘉我是軍人出身 然後因為就是非常喜歡長期這個樂器 然後就是初中在學學的時候有跟家人討論過想要學樂器 可是因為我們家住在中南部 所以說男生學樂器好像不太好不太有前途 然後就是一直等到到學有生活自己能力了之後才開始真的學習 然後剛開始的時候真的是就是在網路上買垃圾樂器 垃圾樂器 真的是垃圾樂器 的專業訓練就是去找老師上買買的課啊就是自學 結果就發現怎麼去好像都遇到一個瓶頸 然後就決定好那我就是換樂器 然後我也去找老師學習這樣子 那你今天來我工作室好像是劇作一個很特別的任務 主要是這把樂器感覺在網路上討論的聲量也蠻高的 就是在知識加等等之類的 可是因為就例如說其他大廠牌的那個樂器的話 或許都可以在YouTube上面找到就是可能開箱的影片 可是我覺得這支樂器有點可惜 他好像買的人很少還是怎麼樣的不知道 然後就覺得我可能還沒有辦法把他駕馭的非常的自在 對然後所以想請大家幫忙 你就想要請我試看看 對就是就是看他 因為我很蠻喜歡就是老師在影片裡面吹奏出來的音色 因為對我來說他可能因為我才剛從一般樂器 換到手工樂器沒有多久 所以我覺得對一些樂曲的輕易的表現上面 好像沒有幫他們那麼細膩 沒有辦法還沒有掌握得很好 對然後就是有點好奇他可以什麼樣子 對然後算是也幫助可能也想要選過這支樂器的朋友看看 因為我那時候問這間公司 他就說可能他們一年都只會進兩支 可是很快速的都會被下訂 對然後我是那時候買 其實我會想要選這支樂器 只是因為那時候 因為我在使用前一支樂器的時候剛好 因為重大任務結束 因為我剛才有說我是軍人 然後就在家裡練樂器 然後就是剛好聽到那個 吳清風的一個作品叫做下雨的夜晚 然後他前面有就是跟整個古典樂團合奏 的那個版本 然後就非常喜歡 然後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聽到整個樂團的聲音之後 就覺得那我一定要換樂器 就只是因為這樣 所以那首曲子前面是有長笛嗎 它是有很優美的豎琴的聲音 然後我就直覺的聯想到長笛 因為我曾經在 就是蘇打綠他們剛出道的時候有看過 好像說清風好像也會吹長笛 然後我只是就是剛好有這個連接 然後就想說那 因為這支長笛我已經關注他十年了 然後我就想說那我就趁機 那後來是你本來是要買moo match 對不對 那後來是怎麼看到神Q這支 因為那時候對他的 就是他網路上介紹說他的頭管 吹嘴的部分有一些特別的角度 然後那時候我遇到的問題是 我用前一支樂器我在吹整個高音域的時候 尤其是高音咪 他一樣有異見的線 我是怎麼吹就是怎麼都不會有共鳴 決定換樂器之後 因為moo match 跟神Q的 雖然當初這支沒有線過 對然後他就是給我吹他本來沒有鍍金的那個版本 跟上一階的版本 然後就是我們這支高音的表現我蠻喜歡的 然後我就決定我要這一支 對 而且還有一個原因是反正都 花差不多的時間那當然就是會覺得 因為其實吹金底算是吹場底的人一個小小的夢想吧 多少人都會有 那叫什麼里程碑嗎 對對對 然後因為其實當下我在吹的時候 最後那個搶牌也有提供一支9K的金底給我 給我試試看 可是我就發現可能是因為新的樂器 本來就需要跟演奏者有一些磨合期 然後當下的時候也會覺得推他非常的費勁 就形容不上來就是 缺場景的人可能都知道在很不好推的那種感覺 對 對 然後我有時候算了 那就買這一支吧 就這樣子 那當然也是剛好太太有支持 不然就要櫃算盤了 就櫃算盤 支持完叫你櫃算盤 喔沒有啦沒有 不能這樣子講 對啊 OK好 那我們就直接來看看他嗎 喔可以啊可以可以 好可以 OK 哇真的看起來很 對因為我記得我第一次 喔因為他那時候到貨的時候還蠻臨時的 因為我是前一年就下訂 然後他跟我說可能要等到明年大概9月 哇真的耶 我說好沒有關係 那我就先下訂金這樣子 那他的規格是什麼 他就是 SENQ的CF401銀管的版本 然後再加上20K的鍍金 然後還有 整個管體雕花這樣子 嗯嗯嗯嗯嗯 然後501的部分是 就是他的彈針是變成白金彈針 但是他沒有鍍金管 嗯嗯對 所以你最好奇他哪一個部分 就是 好奇嗎 對 那你好奇他可以表現的 其實我主拍一個原因是因為 我缺場底的君樂隊的同仁有說 就是 他說SENQ的樂器大部分高音的 範圍都偏比較 比較豐富 然後因為我平常缺樂器的時候 或者是在表現樂劇的時候 我蠻喜歡比較浮華的表現 哦我就是Dynamic比較大的 尤其是 對對有可能他上面寫一個重音記號 我就很希望他可以做得很多 很滿 然後再來 他的層次表現可以再多一點 哦我懂你的意思 哦OK 對我覺得他的角度蠻不好 其實還好 他的我反倒覺得他的 啊他的頭很酷耶 他是 他是有點像山丘的那個 就是好像會特別集中氣流這種感覺 對就是還有山丘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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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他低音的位置需要再找一下嗎? 對,因為像我自己 我用我踏到現在,我還是覺得低音域蠻不好吹的 包括你昨天上一個,我就來跟王老師說,我曾經可以先從低音的拉開始嗎? 看一下,因為我觀察了一下我覺得,他的低音的吹嘴反而需要很鬆 嗯 那我太低音就吹不吹? 對,我也是這樣吹不吹 嗯 就是要很放鬆的狀況下才有辦法出現很有共鳴的聲音 對,因為他吹頭的結構的關係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像這樣子,然後他可能就是catch的到比較多細膩的表現 所以我也覺得,一開始擁有他的時候真的蠻暴露缺點的 就是剛從一般樂器換到手工樂器的時候,就會覺得 其實為什麼那個氣的聲音這麼大聲,然後 因為我,這是我第一支手工樂器,所以就會覺得真的是需要重新習慣 就像這樣一樣一樣的聲音 就像這樣一樣的聲音 就是這樣一般的聲音 你在前半 Va 它小聲音表現也蠻好 那你剛聽完那個oh 所以是什麼 你覺得 這是我雞皮疙瘩 人家說這個叫做Rudney高潮 嗯 我 aos上聽到一些 對 人家的演奏 然後如果他真的演奏很棒的話 身體就會自動有那種起雞皮 啊!我知道!我知道你說的 對!然後剛剛真的是這剩下 因為平常自己演奏我是不會錄音啦 對!然後我是不會有這麼 這麼有被touch到的那種感覺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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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因為像之前我使用原本的這把樂器的時候 他在大跳的時候 低音的聲音完全會變成空洞 啊!我懂了!就是他的落差會太大對不對 對!我自己是這麼 我自己的演奏習慣會有這種問題 嗯! 欸!其實他還比他容易駕魚 只能說容易駕魚 可是他的...怎麼講 寬容的鼓打 對對對對對 還蠻明顯的感覺 對對對 就是因為我在現場聽 所以也會覺得那個 可能這把原本的樂器他大概就是這樣子吧 對對對 可是如果是這一把的話 他那個音色就是可以做到這麼快 所以你是兩倍多的感覺 對!就是如果你想做的話 他很多東西可以開放 對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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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初看他們那個公司的文案是說 就是有融合兩種金屬在一起 所以就是 算是蠻居重的樂器這樣子 對! 比如說他都可以 就是他細的東西也可以 嗯! 然後你節奏性也可以 他不會 他不會只 就是偏向某一個部分的曲目 嗯! 對!就是基本上 其實大部分的曲目應該他都可以 都可以 最怕害怕就是跟像演員一樣被定型 可能就是說 喔!這個演員 然後他可能因為他一什麼角色出道 結果觀眾就會覺得說 欸!你怎麼突然換一個路樹了 嗯! 然後突然有一種不協調的感覺 喔! 真的還好 因為 嗯!因為我之前有試那個 拉放的底頭 那種字 那個不是也是號稱 低頭系的老斯萊斯 我是試完之後才發現 喔!原來我試了老斯萊斯呢 就有言不識泰山這樣子 就是 我也是前一陣子才認識拉放的 不是因為笑哈哈哈哈 可是 就是我說的那個高雄的收集樂器的朋友 然後他就跟我說到拉放 我就想說拉放 我沒有聽過什麼是拉放 然後他就說你這個 然後 我也是前陣子才試好不好 哈哈 那我在想就是 下一次就是會想要 試試看他們家的頭盒館 或者是你那個 HARA的那個頭盒館 可以試試看 不過我剛剛講到拉放 就是因為我覺得 拉放的個性 非常非常的鮮明 是喔 對!他非常鮮明 他就是很 很法式 對! 所以我才覺得 我反倒會覺得 如果是用這樣子的吹頭盒館 比較可能會被定型 或是你只能吹拿幾種曲目 但是這隻長得我覺得還好 是 對!比較不會有這個問題 因為他沒有 他沒有真的很明確的 應該說他有他的調性 可是沒有這麼的 你知道 我就是怎樣 個性沒有那麼鮮明 對!他是比較 含蓄一點點 然後他可以 他可以 大 然後也可以小 這樣 就是對! 因為有點像你剛剛講的 就比較平衡的一個樂器吧 對啊! 是不是到絕還好 就不太會 不太會定型 你主要還是 主要還是看演奏的人 喔!當然 對啊! 因為演奏的人 你有自己的個性在裡頭的時候 其實 其實就算是 吹拿放掉的樂器 你也是會有你自己的 對! 他就比較明顯是 你可能要 你知道 看誰到底是老大這樣子 對啊! 對啊! 因為好像是 好像帕胡德 就是用他們的推頭 其實我不知道 因為其實 之前每次帕胡德來 我都有去聽 以前聽的就是 剛開始認識他就是313 然後再來就是 Baha的 還有那個 然後乃克的 水腰的那個節奏曲 然後結果那一次的演出 他全部都有吹 我就覺得 哇!我真的是值回票價 他哄得很酷耶! 他真的是 現場音樂會是那種 就結束的時候 真的會 你會 呆掉 然後 對對對 我可以體會 因為我聽過太多次 他來台灣的演出 就是 這樣就結束了 而且他會有一種 對!就是會讓你覺得 你已經入戲了 喔!那說到這個 我還有聽過一個 也是 場地界的泰斗 是葛拉夫 對!他來台灣那一回 我也有去聽 真的是也是很驚人 也是跟帕胡德一樣 但是他比較不一樣 是因為帕胡德都有帶他的 習慣的那個 鋼琴伴奏來 然後 葛拉夫這位大師 是他 一個人撐完全場 就覺得 真的是太強了 很強耶! 這些人真的 不是蓋人 根本不是人在吹人 喔! 對! 畢竟 不過我想他們也是 對啊! 花了很多時間 淬戀他這個人 對!就是 因為現在網路實在是太方便了 包含一些 線上的教學 然後以前 以前學生 就是剛開始學生都會不懂 為什麼光一顆聲音 就要這麼刁鑽的去 表現它 可是 當自己的閱歷越來越豐富的時候 才覺得這個是有必要的 因為就是尊重於這個作曲家的原創 然後還有 音樂這個神聖的使命 對他們來說或許是這樣子 就是我反倒覺得 那些就是很厲害的優秀的音樂家 他們其實把 怎麼講 就是音樂已經變在他們生活了 所以我覺得那個好像不僅僅只是一個 也不是一個 只是一個神聖的使命 其實我覺得他們已經把 就是把他們的生活放到音樂裡面 對所以我才會剛剛在訪談的過程有說 我覺得 人跟樂器的結合是一種靈魂的協調 就是 因為 剛開始學 尤其是管樂器的時候 它很多表現 例如說老師跟你說 你可能肚子要撐 可是你會覺得我這樣明明就撐了 是我哪裡撐不對了嗎 因為是我們身體內在的東西 然後 包含我自己 我在學的時候就覺得 早知道我就不選擇上樂器 我以前老師還嗆過我 老師以前在上課的時候嗆過我 因為我以前上課 有段時間全部都要半噸 就是上一整節課 然後 然後我就那時候 吹到整個是爆汗 因為我超會流汗 然後老師就說 我也是 他說 你以為吹槽你這麼簡單 我真的是 真的 開始跟老師學長點之後 真的覺得才發現長點不簡單 就是 因為像 工作之餘也會 可能工作的時候 然後午休我會躲在房間裡面練 然後因為 我也不能開空調 就是練到滿身汗這樣子 對 光是一個長音 我就可以練到滿身汗這樣子 對啊 但 嗯 可是就是覺得 對啊 那樣子的練其實 就是 怎麼講 雖然很激烈 對你剛好講到就是 老師跟你講說 肚子用病這件事情 我以前也是 我真的以前用到就是怎麼抽筋欸 因為其實我自己在吹樂學的時候 有時候 滿明確的感覺到 我覺得我 給氣的 他也沒有效率 可能浪費了太多的力量 所以可能 才沒有辦法在他的那個 指定的換氣點換氣 然後就是慢慢調整 這樣子 嗯 包含剛開始學 初學的時候也會覺得說 我幹嘛練這些 長音為什麼要練啊 然後音節幹嘛練 可是實際上 當你走的樂曲 越來越豐富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這些真的是非練不可 因為以前真的會 不覺得我就是 吹好曲子就好 就是他其實在練 對就是掌控度 你就是練你跟樂器之間的關係 對對對 就是你有沒有辦法掌控它 就是這麼簡單的一個音 你有沒有把他把它吹好 對 而且以前真的是會覺得 像剛開始我初學的 我自己初學的 因為我一開始是自學 然後我就網路上找直發表 然後找完就會 那個時候就會很狂妄 就說反正就是每一顆聲音 吹清楚就好 可是才發現 對 在場景上面遇到最困難的 第一個聲音就是 高音域的聲發 我撞牆了三個月 我還沒有辦法把它吹出來 是喔 對而且那個時候 因為是大學是跟人家合宿 對 然後因為大學生的生活 就是糜爛嘛 就是你可能 白天想要練樂器 可是你會顧慮到 其他室友可能 喝到斷片什麼 就沒有辦法好好練習啊 對所以那顆聲音 光那顆聲音 我就花了三個月在練習 是喔 就是你練到 就是把它吹到不要碧嘴這樣子 嗯 對 老師真的很動搖 對 而且還有剛開始 學習會遇到 頭管不要太內轉 然後那個時候 我甚至練到說 奇怪我明明就很注意了 對 怎麼還是內轉 對 然後就會在心裡 可能出現一些會詞 就說那我乾脆沒有練 會白 這種時刻我以前常有好不好 對啊 就是像我們這種 不是科班出生的 就會也是這種狀況 然後何況是科班 一定會 你怎麼會表現成這個樣子呢 因為沒有練習 然後就是我反而會比較惋惜是 我沒有辦法好好的 把平常在家裡練習的表現 在教室給老師聽 對 或許可以換個想法 就是說其實 每一個時刻吹的東西 本來就會不一樣啊 對啊 每一個時空背景 每一天的行程也都不一樣 對 所以就乾脆你就 不要想太多 你也不要覺得說 我一定要吹在家裡的樣子 對我後來也很常 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下 就我後來 我後來有點理解 就是為什麼老師都會說 你上課沒有練啊 對 就他否定你的練習 然後我後來才了解這件事情 就是說 其實有時候我們的練習 是沒有效率的練習 對那沒有效率裡面不是 嗯 不僅僅是 你沒有真的 你沒有真的確實在練 而是 你花太多心思去想 就是你可能會不好 你可能幹啊 對 那所以有時候 譬如說在上課的時候 你也會擔憂說 喔我現在的表現 可能會不如家裡 其實這種狀況 他就已經 你沒有專注在那個時候 因為你在擔心 你可能沒有辦法 對 所以也許你就可以直接 就是專注在音樂 你想要怎麼樣表達 然後你也不用太刻意的覺得 喔我一定要吹得像怎麼樣子 嗯 對好像發 就是你約了這種想法 就反而吹不出來 因為身體已經緊繃了 真的是 對 身體緊繃的話就吹不出來了 對 對啊 我也是 我也花非常多年的時間 然後去 有一天突然理解這件事情 對 其實我是剛剛老師跟我講 我才 我才突然 有這種想 就是才也好像突然開竅也 不然我會覺得說 嗯 我本來會想說 可能老師會期待你可能做的 所以他的期待只跟你這裡外做的不相符 就是 思考的對上是別人 而不是自己 嗯 對啊 就是可以更focus在音樂上面 其實 嗯 我覺得對啊 你做到這件事情之後 你就會發現你會放鬆很多 嗯 那相對來說你就可以做更多東西出來 是 對 嗯 謝謝謝謝 三到一顆 沒有啦 我覺得很好玩 因為這是我很多年來 然後有一天的體悟 嗯 就因為我剛剛有講說 以前我也常常老是跟你說肚子要用得對 那你就是狂用 然後用到抽筋 然後後來才發現 就自己後來才發現說 其實根本不需要用這麼大的力氣 嗯 真的是 對就是太 反而太過了 所以就是因為緊繃 所以你身體反而就出不來了 嗯 所以就是 我覺得有像你們這樣子的 嗯 影片創作者 然後在宣揚這些 我加油 音樂的美好 真的覺得很厲害 我加油 很佩服 就是 或許你會覺得說 可能我就是做一件我平常在做的事情 可是對我們這些 呃 自己又有遺憾的人 就會覺得說 哦 也是一個很棒的認識音樂的管道 不要遺憾你現在有他 哈哈哈 不是吧 不是吧 硬要扯 他會陪你 哈哈哈 對啊 好啦 謝謝你謝謝 不會吧 有時候還是每天都會在那邊 我要繼續做嗎 哈哈哈 好 所以今天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 所以你還有什麼感想嗎 沒有就是希望老師好好 抄一下業績 抄一下 看他的極限在哪 但你今天應該已經有看到 就是他大概可以呈現的樣子 對 嗯 有出乎你意量嗎 其實有耶 真的嗎 對 因為我就是像 我會覺得 我可能沒有辦法吹到像老師這樣子 就一開始就出現這麼有共鳴的聲音 那個共鳴真的是會讓我肌皮疙瘩 謝謝 謝謝 感謝我的老師們 OK啦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喜歡我今天的影片的話 歡迎為我的影片按讚 分享跟你所有朋友們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好 那就這樣啦 掰掰 掰掰